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还是一样延续上礼拜的主题 上礼拜我们讲的是估计和检定 检定就信赖区间 然后用信赖区间来看范围在哪里 然后是不是符合95%信赖区间 然后或者是百分之多少的信赖区间 然后检定的话就除了信赖区间以外 还有一个P值的检定 那个P值称为显著性 显著性检定如果那个P值很小 就代表说很小的话就代表它是否决那个假设 所以这是上礼拜我们看到的 那这礼拜我们要再来看一次估计和检定 那因为估计和检定不是只有平均值 也不是只有单一个检定说它是不是某个μ 或不是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张 那上礼拜看到的是平均值的信赖区间和检定 那这礼拜我们要看的是各种不同的检定 把检定的面的范围扩大 那上礼拜我们在检定的时候是在检定这件事情 我们做的是双微检定 我们检定的是μ是不是等于μ0这件事 μ是不是等于μ0 这是上礼拜我们唯一检定的一件事情 没了就这样 但是事实上呢你可以检定 比如说μ是不是小于等于μ0 μ是不是大于等于μ0 那上礼拜检定的这种叫双微检定 就是两边都不要了 只留下中间就去掉两个尾巴 那这边呢μ小于μ0 μ小于μ0 这个部分就是 就是那我去掉的是 去掉的是哪里 去掉的是μ大于μ0的这个地方 所以它是右微检定 去掉右微 那左微检定呢就是μ大于等于μ0 那去掉的就是μ小于μ0 这是左尾去掉左边的尾巴 所以检定的部分可以有左尾检定 右尾检定 双尾检定 那R都可以做 所以待会我们要来看R怎么样子做这种 左尾右尾和双尾 但是检定的对象也不是只有μ 简定的对象可能也可以简定变异数 Sigma 或简定某个比例P 或简定中位数 但是通常你可以简定μ的话 就尽量不要简定中位数 因为中位数是在那种 不管是不是独立 它的状况可能不见得有办法 不见得有办法做平均的情况之下 才去减定中位数 所以最好如果你可以简定μ的话 就完成你的任务 就不需要简定中位数 那简定中位数 这种是五亩数的简定方式 是不得已才做的 好 那我们简定的时候 有时候不是只简定一组样本 也就是说 其实不知道μ0 Sigma0是多少 我们想简定的说 这两个样本群 是不是来自于同一个母体 也或者是说 它的μ值是不是一样 那我们就可以比较两个平均数 比如说μ1、μ2 是不是一样 那其实它的简定假设就是 μ1-μ2是不是0 我们也可以比较两个变异数 Sigma1、Sigma2 是不是一样 那简定的假设是 Sigma1-Sigma2等于0 那我们可以比较两组 几率 是不是一样 其实这个也是某一种平均值 只是它是一个 伯努力试验的平均值 那就简定 p1-p2 是不是0 或 当我们连平均 都没有办法平均的时候 我们用中位数 m 来做的差值来做简定 那简定 ms-my 是不是0 这种称为五亩数方法 那这种各种简定方法 所采用的分布 是不一样的 平均值会用t 变异数 变异数 要用 chi 这个字念 chi 就是 chi 平方 那 比例呢 可以用常态的z 来做简定 那中位数就必须要用 五亩数的 五亩数的 Wexon sine rank 这种分布 这种几率分布 来做简定 OK 那每一个简定 都有它的限制条件 比如说平均值的简定 限制条件是什么 各位还有印象吗 如果期末考我问你 请问在什么条件底下 你可以用平均值的简定 用t分布去做平均值的简定 有没有条件 举个例子 如果是气温 连续10天的气温平均值 我可以用来做简定吗 很难 对不对 它要求的是 样本之间要有独立性 你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要求 就不能用它来做平均值简定 所以它有限制的 不要随便看到一个东西 就拿来简定 有时候根本是错的 你不能这样简定 那 要能做平均值点减 简定的条件是 但是前后的样本是要独立 前后样本 要不具相关性 要独立 好 那我们可以用r来做简定 这些东西 现在我先用r 25 然后平均值是5 标准它是2 来取一组样本 25个样本 好 那我们就可以用sds 来取 计算它的 它的标准差 用min来计算它的平均值 对不对 那这个都可以很容易做到 那我们可以用t.test 来做简定 但是 请注意 这个简定有点不一样 跟上次有点不一样 上次我们没有下 没有下这个 alternative的参数 代表说 我们的简定是预设的简定 就是双维简定 双维简定 也就是在简定mu是不是等于某个数字 那我们今天下alternative等于great 代表说它的 它的对立假设是大于 对立假设是大于 那是哪一种 对立假设是h1 h1是大于 h1是大于 所以是右围简定 所以我们刚刚的那一个指令是在下 做右围简定的 简定h0 mu 是不是小于等于mu0 也就是h1 mu 是不是大于mu0 刚这个great 是在做这个简定 所以我们在简定什么呢 以这个例子而言 我们是在简定说 s的平均值 就是s的母体 是不是它的mu呢 大于4.8 所以它简定出来的报告是告诉你 s的母体它的mu是不是大于4.8 那结果呢 它会说t等1.267 至于这个t怎么来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 那df是24 我们上次讲过 25个样本 自由度是24 所以df是24 p value是0.1086 这个是显著性 那这个可能我待会要再解释一下 上礼拜有同学问到显著性的问题 很多人其实搞不清楚到底什么叫显著性 那这边呢它写说 alternative hypothesis true mean is greater than 4.8 那它的意思是说呢 对立假设是平均值大于4.8 那也就是h0呢 是平均值小于等于4.8 h1是平均值大于4.8 那它的95%信贷区间呢 是从4.58 424一直到无限大 合理吧 因为你做的是 做的是 减定它平均值是不是大于等于4.8 那它的信贷区间 就会有一边是无限大 ok 那至于你到底是 哪一边是无限大要看你减定的 这个对立假设和原始假设h0到底是什么 好 那平均值 这算出来是5.41 跟我们想减定的对象4.8呢 有一小段差距 也不小的一段 ok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p value 0.10 其实没有办法否决 对不对 因为0.10是有点 有点小但是没有很小 但是你如果看这个减定 你可以看到 那4.8其实它在95%的信贷区间里面 因为4.58以上就已经是在95%的信贷区间 所以如果以信贷区间而言 你会发现它其实有在信贷区间里面95% 但是如果以p value而言 你会看到它其实没有很小 所以它是有可能的 只是说它的可能性只有零 累积的程度只有0.1而已 虽然没有很小 虽然没有很小 但是也算有点小 ok 那这是简定great 就是简定 它的对立假设是 min 是不是大于4.8 接下来第二个呢 是alternative等于less less的话就是简定它是不是小于 也就是对立假设是不是小于 那原始的假设就是 是不是大于等 那这简定出来呢 p value是0.8914 那它的信贷区间就从负无限大到6.24 那平均值还是跟上面一样 因为这是同一组s 那这里你可以看到一边 一边是从4.58到无限大 一边是从负无限大到6.24 因为我们简定的一个是great 大于一个是小于 好接下来你看这个t.test s alternative等于two-sided two-sided two-sided的代表说双维简定 双维简定就是简定是不是等于 这就是预设的简定方式 那它的对立假设是 true mean is not equal to 4.8 就是它的母体的平均值不等于4.8 它在简定这个对立假设 那95%的信赖区间是在4.41到6.41之间 所以其实它有在95%的信赖区间里面 有在95%的信赖区间里面 所以我们不能否决它 有在95%的信赖区间里面 我们不能否决它 如果它很低 超越95%的信赖区间 那我们就会否决它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它的p-value是0.2 那没有很小 所以我们不能否决它 所谓的很小p-value很小通常是 0.01 或0.02以下的那种就很小 好那上面呢 这里我们用了三种简定 一种是greater 一种是less 一种是two-sided 这就对应到 对应到的是 右围简定 左围简定 和双围简定 那上礼拜有同学在提到说 那这个t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t是指t分布累积到的那个点 如果是左围简定的话 就是它在哪一个点 累积到哪一个点 右围简定也是一样 从哪里开始累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子解读这个t字 好 那我们解读t字 我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的 左围 截掉左围 也就是右围简定 截掉左围的时候 是在简定说 h0是μ小于等于4.8 那 ok 然后保留右围 这个写错 应该是h1 μ大于4.8 h1 h1 那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 你会看到 其实 它的t值 t值 t值1.2671 自由度24 p value是0.1086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是因为1-pt pt就是t的几率累积分布 累积到1.2671的几率 几率累积分布 然后呢 自由度24的时候 就是0.108638% 也就是这个值 0.1086 所以 这个t值 这个t值 其实就决定了后面 到底会写什么 但是要根据它到底是左尾 右尾 还是双尾 你t值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 因为你要看累积 是累积哪一边 然后截掉哪一边 所以如果是less的话呢 其实 就是直接这样算 pt等于1.2671 df等于24 然后这0.8913 这也就是 那个p value 0.8914 的结果 四捨五入 如果是双尾 如果是双尾的话 你可以看到 双尾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它是截掉两尾 截掉两尾 所以我们看的是 1减掉 这个pt1.2671 是 右边的这一个 截点 那-1.2671 这是左边的截点 两边的截点 相减就是中间区域的面积 那1减掉中间区域的面积 就是两个尾巴的面积 那这个p value 是0.2173 就是两个尾巴的面积 ok 所以这里是 有关于 简定 三种 左尾 右尾 双尾 的简定方式 请各位 先把这个三种方式通通都执行一次 你的结果不会跟我一样 因为这是乱数产生的 所以你要看 看懂你自己出来结果的报表 那我们把它贴上去 那各位 来试一次自己产生样本 自己简定看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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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